那这都是花友们寄过来的一些花摆到这里了 全部是寄养 然后呢我们放到前面这个棚里面来了 很多话 我说老花仪你给它放前面棚里面干啥 你不放前面棚里面有很多花 它是不好扛的过冬的 你像兰花它就扛不住 像这个欧洲木秀球呢 花友弄过来的时候叶子一个都没了 全部都长起来了 也就是今天给大家强调的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你想一想花 它环境是一个刚需 这个没别的什么高章 你技术再好没有一个好环境也不行 有的花友们总是埋怨 他说老花仪我们并没有大棚 你让我们怎么做 其实你就把它简单化嘛 你看这个是塑料膜对不对 这塑料膜网上都能买得到吧 甚至说花友们你去超市都有塑料袋吧 你不行就一个花给它做一个小棚棚呗 用几个竹竿一枝 一成都不行你弄两成 然后晚上的时候给它盖上 白天的时候也是打开给它透透气 对吧 一个是能保持什么的叫湿度 就尤其是大家在养一些茶花呀杜鹃呀 你像它们在缺乏空气湿度的时候 花苞打不开叶子不好的那种 都可以提高一下 还有一个就温度了 你像这里面也有些不能越冬的东西 像米兰越冬就够呛 兰花呀 还有它们寄过来的那些热质啊 对不对 你像还有这些个叫花竹系列的呀 它都是不怎么耐寒的 墨里耐寒能力也一般 所以说呢我都给它搬到里边了 还有三角梅 茶花有的话说能越冬吗 其实茶花是可以越冬的 但是呢在北方的话越冬的话第二年就长不好 还是喜欢一年世纪生长的植物的都是 嗯 所以说花尔梅要盖着这个点 有话说我想学手工做大棚 我去网上买点材料 下一期教给大家如何手工做一个大棚 好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两花这张一 白了车伯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